Hello,今天是CAMERA LIVE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我们弹幕牵到走起来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小东西 就是它 是INSTA 360的GOTO这台迷你运动相机 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 迷你,防抖,防水,高清画质,磁吸设计等等 那我们现在来开箱 的时候,你把它也让开箱 把咱们放在椅子上 这么多简单 它直立起来 问那么一些 一些竹子 我需要考虑的 往旬的 想法 为22 台湾 估设断 那里面的所有东西就是这样 不得不说里面的配件真的是非常实用 首先因为机身的磁吸结构 只要是金属表面 你都可以把机身牢牢的吸附在上面 因此这款相机的所有配件也都有这么一个属性 只要将相机与之连接 相机就能吸附上 我们首先先来看机身本体 首先机身上大家是看不到任何按键的 其实机身本身就是一个按键 但是更多的性能参数设置 你就必须依赖APP 或者是一些基本拍摄模式的切换 你也可以用到它 这个收纳盒 同时它也是一个充电器 类似于AirPods的大小 所以如果出门在外 你不用的时候就把相机放在里面 就可以了 除了是充电器 你也可以用它作为三角架来使用 是不是很聪明呢 接下来的这个配件 是我本人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 是磁吸式的挂绳 如果平时做Vlog 我很喜欢拍第一视角的内容 那么你将这个挂绳放在衣服内 相机轻轻一放就能被吸附住 而且非常的牢固 但是如果是剧烈运动 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么使用 接下来是这个简易夹 你可以夹在书包 或者是帽子等物品上 得到一个很特别的拍摄视角 最后是这个转向支架 你可以把它吸附在光滑的物体表面 比如说玻璃或者是车上等等 也可以用作一个手柄来握持 那这几个聪明的小配件 让这款相机的可使用场景 是大大提高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 画质 首先这款相机最大支持2K 也就是2560x1440p的视频的录制 对于一台这么小体积的相机来说 画质是非常优秀的 另外里面配备了 比如说动态延时 延时摄影 HDR视频拍摄 以及拍照功能等等 另外对于拍摄角度 你可以选择线性模式 也就是没有畸变 即广角模式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超广角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专业模式下 它带有自动水平修整功能 大家如果知道360相机的话 就比较清楚 相机不论你360度如何旋转 你的画面始终是保持水平的 而这台小小的Insta360 GO 2 也有这么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非常棒 确保不论你如何拍画面 都是水平的 而且是非常平整的 当然色彩上 你也可以选择Log模式 即灰篇模式 这样在你后期调色上 会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但是这台相机 就是为了方便 快速便捷而存在的 所以我也就不会去调色了 因为直出的色彩 已经是足够优秀了 所以后期我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另外这台相机是防水的 所以如果你直接带它下水 录制也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最深可以到水下4米 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机身 但是这个充电盒是不防水的 那么这款产品有它的遗憾之处吗 这台迷你相机不能够插内存卡 自带内存是32G 如果是长时间拍摄的朋友 可能内存会不够 所以你必须要转到手机 或者转到电脑之后再继续使用 当然因为机身太小 有可能开发者们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那大家觉得如何呢 你觉得这台相机能够胜任一般的旅行生活 或者是Vlog的记录吗 我们下一节目会由我用它作为Vlog 主力设备来拍摄画面 如果你在考虑是否要购入这台相机的话 记得观看 好的 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一键三连 也希望你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